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6月24日 星期四 今節繼續跟大家說香港的新聞 港共政府 繼續對香港的反對聲音出手 繼續 針對著香港的 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 就是在 今天 正確來說是昨天的 最後一個時間23點59分就是正式 完全停止運作 我們上一節也跟大家分析了 蘋果為甚麼要原本應該是星期六正式停刊 為甚麼還要再提早一天 出最後一份的報紙 我們上一節也跟大家分析了 就是跟 連寫評論文章的人 都被 檢控 都被拘捕 拉了蘋果 的主筆李平 控告他 違反國安法 這簡直就是一件 非常之離譜的事 港共政府 做到這樣的地步 其實全世界 不容許他 這樣 去打壓一個新聞媒體 最新的訊息就是英國的跨黨派 香港小組 就著這個事件發表了聲明 聲明也說到了 今次這個事件是中國大陸在香港實施 港區國安法 接近一周年 已經到了6月尾 當時就是 7月1日正式生效 這個就是這一周年裏面一個扭曲的致敬 聲明正式要求英國 政府要對 這個行為 做出反應 要求要對相關的人士 實施制裁 繼續跟大家詳細說 今節內容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6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的節目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也請大家努力點欣賞廣告 點擊廣告 繼續手動點擊 繼續用無限loop大發 打開我們兩個頻道的節目清單 繼續無限loop播放 香港《蘋果日報》受盡打壓 滅聲 坦白說 其實未必只會 來到這裡就停報 甚至最可能 就是會繼續 玩到底 這個時候全世界都發聲 但是大家都知道 始終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 其實會出手 但是 要去到臨界點 其實每一樣東西都在累積 所以什麼時候會真正 會做事出手 坦白說 現在很難預測 但是政治上 對中共的壓力 其實就是會一路一路 不斷不斷 增大 港共政府這次搞這件事 絕對就是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 使得北京 面對全球的壓力 只會更大 英國國會跨黨派的香港小組 All Parties Parliamentary Group on Hong Kong 在23日發表聲明 說中國共產黨針對著香港的民主運動的聲音 在進行一個系統性的威嚇 聲明裏面也說到了 由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入獄 再去到壹傳媒集團 的員工被捕 再去到公司 的資產被凍結 蘋果日報是直接 受到來自北京的全力打擊 跨黨派的小組聲明說 北京 在國安法實施一周年以來的一種扭曲的致敬 跨黨派小組也要求英國的外相 南韜文 不可以再容許這個底線被侵犯 對新聞媒體 對蘋果日報 全力打壓 侵犯香港人權 自由的人 必須要再加以制裁 聲明是由六個人儲名 包括保守黨的國會議員 還有上議院的議員 還有前上議院的議長 也有工黨的國會議員 以及前上議院的副領袖 同一時間 其實英國政府已經進入自動波了 現在所有的 關注小組 其實香港問題現在 英國是直接 有個小組已經是去關注的 坦白說 香港就是 真的過了純粹的 國際Lobbing的時候 反而現在就是香港人既然 英國 容許接收那麼多香港人 前往英國 還有提供途徑 讓香港人正式加入成為英國公民 其實 香港人真的是 研究 如何跟英國結合力量 換句話說 例如我們早前提出的 香港人權法庭 將所有 在香港 侵害人權 侵害自由 所有的證據 用一個 更好的方法 更加有程序 更加把證據有系統拿出來 給西方社會 作為 對他要私家制裁 或是其他限制的時候 更加清晰 更加強力的證據 當然香港人權法庭 不需要處理這個《蘋果日報》事件的原因 是因為 已經所有的資料相當清楚 國際已經相當關注 所以 香港人權法庭應該 處理的就是一些比較重要的 人權惡棍 例如要控告鄧炳強 例如要公審林鄭月娥 又或者要將大量香港 很多無名英雄 很多無名的抗爭者 受盡政治迫害 的那些證據 包括 在 港共政權控制之下的 港共法庭 用一些極具偏見 的司法 迫害的方式 把那些人重判 要將那些證據 用作證的方式 拿過來 這邊 現在這一刻 香港有很多市民去了 蘋果的廠房 支持蘋果日報 以我所知 全香港的人 絕大部分今天都會努力去排隊買蘋果日報 這件事也是 再一次 告訴港共和北京政府 我們很團結 我們發現了本台的聽眾 比較沒有那麼支持和理非的活動 這件事我們可以理解 因為我們本台的主持 其實 就是 所謂比較主戰派 我們比較 支持更加勇敢 更加全面 跟港共和中共作戰 我們最希望的就是 怎樣把香港人 要 團結這個力量 支持蘋果的那份力量 例如今天說要印100萬份 告別香港人 怎樣把這個力量 跟我們那些覺得比較 堅定反抗的人的力量 怎樣遊合 怎樣令到那個力量壯大 真的去對付港共和中共 這個才是重要的議題 所以我們經常說 你做很多 很和理非的事 未必 是有用 但是把能量累積下來 就是會使得這件事有效果 所以其實大家清楚知道 去買多多少份蘋果日報 也不會使得 蘋果日報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就可以復活 真真正正要 去 讓香港人的言論自由復活 讓香港人的言論自由復活 真真正正要做的 就是一定要想辦法光復香港 所以今天絕對可以說得上是香港的歷史 另一個里程碑 是香港 再次進入就是另一個需要全面抗爭的年代 所以大家的原念應該越來越少了 你知道 就算是 普通的言論自由 意見發表 在香港是沒有可能的 這兩天 也有 聽眾聯絡我們 聽了我們節目很久 所以我們本台節目很多聽眾都很贊成 怎樣 將 香港人的力量提升 例如第一 最重要的 就是多些香港人 在美國 和英國參軍 所以我們也有網友聯絡我們 就可以提供這一方面的訓練 這個當然就是以私人的性質去做 實際上你說哪一方面好一點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最重要就是 真真正正受過專業訓練的人 夠多 當有需要的時候 再過多一段時間 當國際更加支持香港的時候 而又當香港人 建立到一個實體 能夠 在國際的舞台上 能夠站起來的時候 那麼 到時 可能就是適合的時候 真的讓香港這一班 受過專業訓練 受過軍事訓練的人 真的組織起來 我相信如果大家覺得 如果國際要對 港共和中共有所行動的話 其實 尤其是港共 關香港問題 香港人 參與其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很簡單 如果你也是去參軍 你也是 士兵的一員的時候 你的聲音就是 清楚告訴英國人民 我們跟你 好像印度和西藏聯軍一樣 跟你一起出戰 這個 也是很重要的 你要使得 對方覺得 你就是 跟他們 共同進退 這樣才會更加有能力推動西方世界 可能到最終 真的要下定決心 拆槍走火也不頂 我們這一節 就著蘋果的問題就說到這裏了 拜拜 拜拜